本宗的體財大士呢 今年世界第一支的拳雷雜 來自於台灣職業棒球的拳雷雜 是的 這個因為各國體育賽事停擺 不管是足球 籃球 冰上吹棍球 還是就是美式足球 各種賽事 網球 高爾夫又全部停擺 棒球當然也是 不過因為台灣防疫得非常好 我們最終決定 我們的重要職棒開打 一開打呢 成為全球第一個開打的職棒比賽 甚至好像是職業賽事這樣子 那也變成是一個全球轉播 樂天桃園隊的轉播單位 Eleven Sports 和國際知名的社群網站 Twitter合作在Eleven Sports的官方網站進行直播 讓世界各地的球迷皆可透過Twitter來觀賞 也因為這關係呢 像是美國的Late Night的這個 Talk Show Host 或者是ESPN的一個記者 在自己的Twitter文章或者是官網就講說 為了看這一個中華職棒 讓我非常願意在紐約時間早上6點起來看 然後看這個比賽 因為沒有別的 然後呢 來自大聯盟的記者啊 Francie Romero 特別發文表示 Who'd have thought 誰能想到2020第一個職業棒球賽 不是Mike Trout 不是Mookie Betts 而是統一師的Kevin Chang 而且統一師的英文叫做 Uni President 7-11 Lions 他說This is such a cool name 還有什麼 China Trust Brothers Oh My God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比賽 然後還最後寫下 歡迎大家回來 這就是棒球 那 呃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呢 可以算是說 給全世界一個強心技 讓大家看他就是說 我們可以怎麼去設計 讓棒球或者是體育賽能夠回來 不要有觀眾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能夠擋 這就是我們的驕傲之一啊 也算是我們的棒球台灣隊 好的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您說明的是YOUFANIRO 我是黃丹尼 歡迎回來YOUFANIRO 我是黃丹尼 我是胖小子 現在來進行的是 體壇小故事 小知識 小常識 好多事啊 今天有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要講的就是在於這個體壇上面 呃 就是在場上 不可缺少的靈魂人物 如果是你的話 你覺得體育 園區體育場 體育賽事當中 除了選手跟教練之外 不可缺少的靈魂人物是哪些 裁判 裁判 裁判跟 計分員 計分員 吉祥物 吉祥物 啦啦隊 啦啦隊 還有呢啦啦隊 對 更多的啦啦隊 很多啦啦隊 女啦啦隊 女啦啦隊 這個傢伙 還有 其實很多啦 就是像賣啤酒的啦 賣餐點 賣餐點的啦 賣熱狗的啦 然後這個什麼一些啦啦 像那個什麼 不是啦啦隊 藝人團 日本的或台灣的那種 應援大叔有沒有 那種非常多 但是呢 在剛剛所講之外 還有一種就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就是 開場的這個司儀 那開場司儀呢 你看像 不管是說 在籃球棒球 或者是說 這個奧運賽事 對 然後各式各樣的 這種體育賽事都有司儀 就是說 各位現場的來賓 讓我們來進行 然後開始很熱情的去介紹 開場跟炒熱這個氣氛 對對對 像SBL WSBL 然後一些像棒球 在這個賽季開始的時候 他們不是好幾隊都要聚在一起嗎 然後我們現在進場的是 哪一隊哪一隊 介紹他們 然後歡呼 對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 蠻有特色的 就是大家會進入司儀的部分來去走 那我想問 Danny之前有去 寶島夢想家隊 擔任球場司儀 那這個部分我想 有點想知道說 司儀通常會需要哪一些的特質嗎 或者是你在當司儀之前 你要播報這場之前 你需要先準備什麼東西 因為主辦單位通常會給你run down 就跟你去比方音樂的頒獎典禮 或者是這個 焦歌他不是去那個什麼 主持 那種當司儀他們就會有一個現在的狀況 對 比方說是今天的主角是誰 然後他要做什麼東西 同樣的 今天有哪個球隊來打 很像說客場是誰 就是說那個今天是泰國隊來了 馬來西亞隊來了 那我們就是要去了解清楚是哪些人 所以像我在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不只是像有哪些林志傑曾文鼎 他有的是泰文 他有的是馬來西亞文的這個名字 都要記起來 跟英文比起來還比較難發音一點 是 但是我就會去問對方的翻譯或領隊 怎麼念 直接問他們 對 然後呢 去讓他做一個比較有禮貌的介紹 這樣子 然後我有做過像那個窮絲碑的 所以真的來的是像日本韓國的這樣子 我也去做一個介紹 什麼時候該要我們的特別來賓 來去做致辭 什麼時候要介紹球隊進來 然後呢 我們要適時的看 現場的來賓有沒有歡呼 要叫他們嗨起來這樣子 他是不是也要 你要抓他可能進場的時間長短 然後來調整你說話的速度跟詞彙量 沒錯沒錯 那當然如果說比較熱的 比較就是那種球隊 像日本隊一來大家就會蠻嗨的 那他說現場再給他們多一點鼓勵掌聲 然後就是讓他們有一點比較接受的一個感覺 那如果說自己的主球場球隊來賓 中華隊白隊進來 中華隊藍隊進來 或者是保隆夢想要出場 那個嗨度就要更 你知道嗎 更激昂 磅礡 那種氣勢這樣 那我的話我比較沒有像是那麼的 制式啦 比方說像那個三金有沒有 他們的這個司儀啊 之前是德載嘛 對 那在前兩屆的時候變成馬克 馬克 那他們叫得獎的是某某某 然後起來說得獎者某某某 他在這個幾年的這個廣播時間 稍微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但是他並不會那麼的嗨 體育的話他其實就是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在這個 那他跟播報不一樣喔 像之前我記得有跟各位有提過一個叫 Chick Kern的 他是L.A.Lakers 胡刃隊的這個播報員 可是他講的東西就是現場的狀況 可是思儀的話他就是要 當下就要讓人家嗨起來 炒熱氣氛 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是公牛王朝啊 公牛王朝在這個三連霸的時候 應該就是說 連續兩次三連霸的90年代 這個期間呢 他們都有自己的主題曲 那主題曲上YouTube其實大家都可以聽得到 那天有去看 尤其是像公牛的主題曲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同一首耶 他是寫出叫天狼星 對 的演奏曲 最近呢 Michael Jordan也在做 比方說他的90年代的紀錄片 本來要演 本來是要設定一個時間上映 但是現在提早上映的一個紀錄片 公牛王朝 公牛王朝 那個音樂就非常的有價值 然後有歷史性 加上呢 他的這個開場的人物 叫做Tommy Edwards Tommy Edwards Tommy Edwards Tommy Edwards呢 他之前都會先 比方說 介紹完客場 比方說什麼 Carl Malone 然後就是Utah Jazz的Carl Malone 介紹完之後 燈就暗了 燈一暗之後呢 音樂就下了 天狼星的音樂 然後呢 出現的是在這個 在Marquee 也就是在那個球場中間 有一個大螢幕 就會出現90年代的那個動畫設計 有 我有看過 你在YouTube上我有看過 他就是在 整個穿過芝加哥的城市 在那邊飛的樣子 一群命喔 阿奔阿 然後在那個球場中間 有那個雷射筆射出來的一個大的公牛的logo 然後呢 這時候 Tommy Edwin就叫了 天啊 喔 這個一個 這個 關鍵字出來了 對 然後就高音的那個東西 來去介紹他的球隊 Starting Guy 然後這個就是 他就變成 其實完全不一樣了 不一樣 就非常 其實我用過這個 我曾經幫我的朋友 在那個達欣 達欣還在的時候 我就幫他介紹 什麼 SIMPLE HARD 然後就是這樣子 然後讓他感覺氣氛完全不同 然後呢 當然還有像是 其他的 每一個 每一個城市都每個城市的 對 一個司儀啦 那 我覺得像紐約洋基這一種傳統的 也有一個司儀 可是他的東西不是那麼的 那種氣氛 叫沒有 他是 像那個Derek Jeter 是他們永遠的隊長 他最後一次出來的時候 大家很期待 那個Annunson 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他那種 And now entering Derek Jeter 這好弱 很弱 可是他就很溫暖很熟悉的 不同的風格 他們營造出不同風格 不同的風格 所以這種司儀 我覺得他也可以變成 任何一支球隊 你可以去運用到的 因為台灣比較沒有那種地獄性 對 大家都共用一個人 對 所以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在寶島夢想家的時候 我就用這種方式去做介紹啊 然後去比方中場啊 或什麼的 其實大家都覺得還滿有趣的 對 這個跟DJ是要互相配合的 對 我覺得這跟其他的司儀不太一樣 你有做過司儀嗎 我沒有做過司儀耶 嗯? 我沒有做過 婚禮 快點快點發我做司儀 快點發我做司儀 我可以做司儀 你可以做什麼司儀 我的聲音其實還滿適合做司儀 你說像玩具 玩具 動漫 動漫可以 動漫很可以 然後那個 算是 婚禮我也可以 婚禮也可以 婚禮我可以 發表會吧 發表會也可以 尤其是音樂發表會 音樂可以 音樂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司儀他的一個角色 算是非常吃重的 大家會覺得沒什麼 可是司儀的存在 它是讓我們在過程跟過程之間 是有一個連結 我覺得它是串聯每一個環節很重要的角色 對啊 所以聲音什麼時候該要有故事 什麼時候該溫暖 什麼時候該憤怒 什麼時候該熱情 那個都是不太一樣 沒錯 是 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講的司儀的部分 當然 這個球場上面還有很多的靈魂人物 下次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以上就是體財小故事 我是黃丹寧 我是胖小子